无人机的带来的灾难?很多国家元首都惨遭袭击。 在现代战争中,用无人机对敌方进行打击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了。 但是渐渐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是军队,恐怖分子也发现了无人机的巨大作用。 今年1月份,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就曾经遭到了13架无人机成建制的进攻,虽然这次俄罗斯迅速做出反应,除了被捕获的6架无人机以外,剩下7架飞机全部被击落。 但是这条新闻也深深地给各国军队敲向了警钟,那就是现在的极端分子和犯罪人员,已经懂得利用高科技来和自己作战了。 经过一番调查,俄罗斯军方发现此次对俄军基地进攻的无人机所搭载的武器很可能正是从乌克兰泄露出来的。 在混乱的秩序下,乌克兰当局似乎已经难以对军火进行严格的把关。 但是除了武器系统外,偷袭军事基地的无人机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民用无人机。 即使是无人机的民用版本,在如此发达的科技下,民用版本的无人机大多也拥有的速度快,航程远的特点。 而恐怖分子甚至可以在离军事基地100公里以外的地方便将无人机释放。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各国军队都与民用无人机结下过不解支援。 近年来,有很多民用无人机成功误闯军事禁区的新闻。 甚至用于拍摄画面的无人机为了躲避风浪,而降落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好航母上都没有被发现。 这不禁让人担忧起来,如果搭载了武器的无人机走出了战场,被用在了恐怖袭击当中,那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